他的動機在哪裡 就是可以以相逼著 帶台灣選舉的風向 多多少少都可以影響 有選票的選民選一個 對中共利益來說 更好的台灣執政黨上台 民間企業自己選擇中國市場 是政府逼他選的是不是 不管你今天要做哪一國市場 你就要做好當地的 包括政治風險評估 包括當地民俗人情 還有這個當地人的口味 你都要去做評估 對不對 對嘛 這跟政府有什麼關係啦 做好市場分散風險 這不是每一個商人 都應該做的功課嗎 像是台平那種國營 被中國禁了他損失不大 因為他在歐美東南亞 都還有市場 所以你自己 如果企業單壓中國 或是大部分都壓中國 你就不要怪了什麼政府負責啦 明明就知道兩岸關係是怎麼樣 你明明就知道 他想要消滅中華民國 你明明就知道他是獨裁 他會用一切的任何方法 逼迫以相逼正 你明明這些你都要知道 你都早就應該知道了 對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前幾天啊 中共以未完成更新為由啊 不只禁止了我們台灣的水產進口 而在昨天啊 中共國又突然宣布禁止台灣啤酒啊 金門高粱啊 之類的還有什麼威士忌啊 黑松沙士等 123項飲品進口中國 光今年被中共禁止的產品啊 加加總總共2409件 理由也是未完成註冊更新 給出的申請文件與標示不合 而聽到部分的台商說啊 下週可能會禁止更多 先前8月遭禁止的高炳業者 他就說啦 少數以補件通過 但現在一批接著一批 無法通過中國海關注冊的 原因是什麼呢 也就是因為去年啊 中共國啟動了 農林水產物食品設施 認證申請的系統啊 這個系統啊 跟歐美日韓不太一樣 我們必須書面申請 也就是要傳真啊 寄郵件啊 歐美日韓呢 線上其他國家 申請期限是 2023年6月30號 我們是找他們一年 然後暫停進口的理由啊 白白總 他想是什麼理由 就是什麼理由 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要求台灣生產地 標記為中國台灣 如果你要標記成 中華民國那更不可能 所以這裡民間業者 自己要做出選擇嘛 是否要用中國台灣的民意 進口到中共國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中共為何 為何這麼做 他的動機在哪裡 就是可以以商逼政 反正他這麼做 對他中共自己來說 沒有任何的損失 反而可以炒作一波 帶台灣選舉的風向 多多少少都可以影響 有選票的選民 選一個 對中共利益來說 更好的 台灣執政黨上台 對嗎 那對於中共國 國民自己來說 他們的代理商 他們的進口商 是不是也是損失慘重 但他們不能怪之家政府 他們怪的是誰 一定就是台灣民進黨政府 在跟我們中國對抗 我們聖上啊 習主席啊 禁止掉這些 都是蔡英文的錯 然後我們台灣也會說 齁 就是因為台灣跟中國 在那邊對抗 所以啊 導致我的產品進不去 中國 都是蔡英文的錯 千錯萬錯 哪一邊的錯 都是蔡英文的錯 都是民進黨的錯 那為什麼中國 他們只能怪蔡英文 因為他們沒有選票 他們也沒有能力 換掉自己的政府 也沒有這個資格 而為什麼我們可以怪自家政府 因為我們有選票 因為我們怪不到對面的政府 我們能怪的是誰 咦 自己政府 你當然不能怪自己 不會做市場評估 不會做市場分散風險 所以他們就說 啊 為什麼你跟中共 剛剛關係搞不好啊 所以被禁啊 OK啊 搞好關係 統一就是中共 最想要的結局 你去嘛 你看中國這三年 在經歷了些什麼 而這個時間點啊 也剛好 是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明年也將開始 要一系列的立法委員 跟總統進選 對嗎 當然我也聽到台灣舔空的那些人說啊 我們台灣政府啊 只會抗中保台 為什麼不主動禁止產品 輸入中共國 請問一下我們獨裁嗎 台灣政府有能力 有這個資格 像以前白色恐怖那樣 政府說怎樣就怎樣 禁止你民間企業銷售到海外 可以禁止哦 民間企業自己選擇中國市場 或是選擇日本市場 是政府逼他選的是不是 不管你今天要做哪一國市場 你就要做好當地的 包括政治風險評估 包括當地民俗 人情 還有這個當地人的口味 你都要去做評估 對不對 對嘛 這政府 這跟政府有什麼關係啊 做好市場分散風險 這不是每一個商人 都應該做的功課嗎 像是台平那種國營 被中國禁了 他損失不大 因為他在歐美 東南亞都還有市場 這是政府自己在幫自己做的 市場規劃的風險 因為他是國營 政府可以決定他要怎麼做 啊民營企業你想要讓政府 決定你怎麼做 那你賣給國營嘛 所以你自己 如果企業單押中國 或是大部分都押中國 你就不要怪什麼政府負責啦 明明就知道 兩岸關係是怎麼樣 你明明就知道 他想要消滅中華民國 你明明就知道他是獨裁 他會用一切的任何方法 逼迫以相逼正 你明明這些你都要知道 你都早就應該知道了 對嗎 OK喔 YT流量不好 蔡文你給我負責啦 我影片被黃標 台灣政府你給我負責啦 我今天賺6億 嘿 我能力好 我賺了6億 今天我在那個國家賺不好 被任何原因 不管是政治原因 風俗民情轉變 或是我在當地引起什麼風波 台灣政府負責 台灣政府你就給我負責 你怎麼不跟我說 去那邊會有風險呢 我公司做大了 我在這個 海曼群島 還是什麼 英屬什麼群島 我在避稅嘛 就因為我們不像中共國那樣 可以因為政治立場 國族理念的不同 以傷逼陣 不要因為最近網路風向變成在 X民進黨黑金黑道 就可以什麼都亂比喻了 你罵他黑道黑金 那是他黑金腐敗 他自己有問題 不要因為為了反而反 把不一樣前提的東西 然後你把它拿來X民進黨 按你們的邏輯來說 美國自從川普到現在拜登 都換了兩個執政黨 換了兩任總統 貿易戰打到今天 為何美國總統不下令 禁止美國的產品 農產品 玉米 特斯拉 蘋果 牛肉 豬肉 牛奶 進口到中國去 你要知道 中國對 牛肉 豬肉 穀物 玉米的需求量 非常大 很多都仰賴國外進口 對俄羅斯那邊的 對美國 對加拿大 對澳洲 對烏克蘭的進口 而烏烏現在的戰爭 所以更多的都是向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而反倒是中國去年前年 因為政治因素 想要教訓美國 跟澳洲 所以隨意棄單 美國跟澳洲的 牛肉 玉米 還有煤礦 結果自己從加拿大那邊 購買更貴的牛肉 跟玉米 為什麼更貴 因為加拿大的牛肉 跟玉米 是跟誰買 跟美國買的 所以你轉了二手 自己買更貴 再來 隨意中斷 跟澳洲買的煤礦 造成中國去年 各地隨機停電 有些地方 城市直接宣布 以後 無條件 無預警 通知停電 從九月到三月 半年 中共的目的就是 希望讓民主國家的 民間資本廠商 可以用選票 怪罪於自己國家的政府 用選票換掉他們 但中共自己的選民 卻沒有選票 可以換掉自己中共 政府 我哪怕今天操作這一波 我損失了一千塊 但你們也要損失兩百票 那我就贏了 都幾年了 中共玩這招都幾年了 台灣民眾好騙 騙到現在都還可以被騙去 原因就要是 過程 野超史 有甚麼事 الله 向欧玟 都是 或此